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狂追猛打 不过节食访正在在老婆 好像反应该就是 abus 但却不吝点赞 那 stakeholders 或者小朋友说ually 說真的,你不屌棄又怎會有個孫子出來呢? 所以我就覺得,兩夫妻玩一個雙婦審訪是很正常的 但我想你怎樣都會正常的,正常來說 都想會有些空間,但你香港真的沒辦法 你的地方那麼小,要和父母一起住,唯有小聲一點 因為老實說,就算你不出聲好,床少少動,你始終有聲,屁 或者有時候,譬如我塞床歌頂著那張床,那張床歌 原來有些人包住膠袋,從來不拆的,膠聲,你始終是有些聲 你說是不是很尷尬呢?如果成年人都沒什麼尷尬,你不要說鬼殺那麼吵就行了 但是你說,譬如說,我不知道,譬如你少年時候,你有沒有去過女朋友家住 即是說一睡,你有沒有試過? 有 那些女朋友有沒有去過你家? 有 其實開頭第一個,你帶回家或者你去,你會覺得好像有點尷尬 譬如說,但譬如她女朋友說不怕,她都說不怕的 還有開頭可能,你打算去吃一頓飯,見一下爸爸媽媽 那吃完飯,她11點幾天就走了,第二次又去吃飯 看人家你上來,阿正,好,好,好 一上來,哇,現在夜了下雨,在那裡睡,她老母也 雙雙眼也算大,但年輕她也不好,不阻止什麼 你又不是見你睡廳,怎麼會入了女兒睡,那沒辦法 也是這樣的,大家心中有什麼事呢? 那知道什麼事還是什麼事? 你有沒有試過被對方的父母見到你們行妨? 沒有 沒有 其實行妨就不算尷尬 話說我老友,三哥哥 有一次,那時候很小時候,就去那條女兒家裡 是不知道她老爸在那裡 因為其實她老爸是在機場做的 在國泰做的 她覺得她應該翻了,但也不知道她老爸在那裡 就以為現在居住他們兩個人 那時候,三哥哥那個女朋友住的那些公屋 其實很多時候,那些所謂的房間 她就不是那個簾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是一些很崩周的堂門 是交的 三角形那些 其實這門只有這麼大的 是只有這麼大的 就是進去都要側側身 你知道為什麼呢? 一間三兩百尺的公屋都要建兩三間房 很小的一間房 那隻門呢 我們樓下可能都會賣那些 是膠的 又很滑的 其實一擺下來 那幾 就是這麼大 那隻門最寬闊的 最寬闊的 就進來的 好了 阿三哥那條女兒在跟她含吞吞 三哥哥就坐在床邊 吵你這樣,好吞又型 那女兒在那裡 很像小電影跟她含吞 然後她爸爸呢 很自然 咦,你怎麼會掩難? 那門開門 咦,你 哈哈,吵 喂,你看到吵起沒有什麼? 喂,你想想 看到女兒跟別人含吞 哈哈 接著三哥哥 Uncle 吵你了嗎? 吃飯沒有? 不是,三哥哥很想我 沒有,她一拉她就沒去呆 立即落臉 喂,不好意思,Uncle 不好意思,Uncle 接著她說 你在那裡嗎? 接著她就不說話 開門出門口 咦 那難道 吵你了你回來 即是難道說 你有沒有搞錯 我女兒含 你有沒有搞錯 可能她自己都會做這些事 但是 喂,見到女兒在含吞 又是另一件事 是嗎? 好了 這件事真的要說 含家產 新一季 接中的季 流感針的季節 在九月開打 醫管局的員工防疫 注射計劃 也在相約時間上展開 哦,醫管局原來有個 員工防疫注射計劃的 即是希望這些員工都會打這些 流感針 近日 有員工 投訴 說 新界西醫院聯網 有個別醫院的部門管理層 要求員工 在下個月十四日之前要打完疫苗 否則 就要在當日 交不少於五百字的書面解釋 還要 記住 不要抄 你們這些人 要別出心裁 或者 在部門會議的時候 給你十五分鐘去分享 解釋打針的懷處 好了 醫管局 記者當然問醫管局 有沒有這些 醫管局回應 沒有承認 也沒有否認 大家知道什麼事 他說 知識有一些部分醫院臨床部門 可能會採取較為進取的方法 他說 醫管局已經提醒 有關臨床部門要注意 就接種流感的疫苗問題上 跟員工加強溝通 避免產生誤會 首先 整件事我們都要追時間 不說那麼多 大家就清楚是什麼事 老實說 醫管局 簡直是含家產 才含家產 這個是很arguable 為什麼呢 例如你說流感針 流感針不同於 新冠疫苗 為什麼不能打 我不要說你這個 是不是真的得到很多 首先我對西藥 現在越來越多 我越來越多 我越來越對各種的西藥 包括我們 一直吃過很多年的西藥 我都有很多質疑 原來那些藥廠 那麼厲害 你看輝瑞就知道 我這裡不說了 甚至乎你讀完醫生 你去開藥給一個 客人的時候 給一個病人的時候 你新藥有個行街 或者給一些報告 你去介紹 其實你這個醫生 你是不是有足夠的理解力 去理解那種藥 是真的 人速無害呢 又或者 當你有足夠的理解力 你有什麼時間呢 還是你會覺得 既然藥廠說大事 已經有這麼多報告 又做了臨床 我就相信他 這樣 好了 醫管局說 有些臨床部門 會有些比較進取的方法 他會提醒他們 要慢慢解釋 以免未免誤會地說 其實就是說 醫管局是認同 當然認同 這個是 這個員工防疫 注射計劃 是他們推廣的 很明顯的那些臨床部門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那些人 就因為醫管局有壓力給他們 那麼他們就要這樣做 我對這件事情 我叫做疫苗派的 特別是這樣的 劉錦 這件事情 跟那個新冠疫苗有一點不同 但是 我真心覺得 一個打進身體裡面的東西 喂 你不能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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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小學生作文什麼 屌你了 我不想打你 你不打你 可能會中了劉錦 那麼 越來越是病人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這麼大 會有兩批意見 但是 我覺得 如果我是病人的話 即使我有老人家 在醫院也好 我想我們就要去考量 究竟 你是重視這個規管 甚至乎 甚至乎 還是重視我們個人的意志 又是意志 如果我們重視個人的意志 甚至乎我們願意 可能我也會重招 我也要去尊重 別人的個人意志 那麼這個呢 這個呢 其實呢 所以我經常被現在的進步派 所謂 或者是阻疫 我會搞得我很亂 因為他們的進步派 應該是更加尊重個人那種 真是意志的 但是你由 我們2019年的COVID開始 2020年的疫苗 那些逼針 你發覺 反而是那些進步派 所謂 就最喜歡用這些行政手段 他會逼你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 或者他們認為 為你好的目的 這件事情就是什麼呢 去到極端就是共產黨 就是這樣而已 共產黨 你覺得共產黨是為你壞嗎 他都為你好的 於是他會覺得 不要緊啦 你犧牲一些東西 我們要犧牲自由 譬如這麼說 你看你什麼 保守派不應該用保守來講 應該是傳統價值 譬如我最不明白的 持槍權 我不明白的 那持槍權 但是你真的咬他不值 他們是寧願每年會因為這樣的意外 死那麼多人 他們願意付這個代價 都要保留 他們的自由意志 這個不是你們講得這麼簡單的賣窗戶 那些很小生意 相對現在的其他事情 但是現在醫管局 因為他們覺得 主使人覺得 都是員工 因為現在最大的反抗是什麼呢 其實反而不是護士 原來就是一般來說 醫院裡面的姐姐 那些醫 那些醫院 可能他們知識不夠 可能什麼 喂 但是他們知識不夠 你也要尊重他們 你也要尊重我 你也要尊重他們 你為了去課 不用這樣 是啊 老實說 那你迫起來 我沒有犯了 尤其是 老實說 他對醫院 他對醫生 對護士 我估計 他未必去到這麼盡 要他們什麼五百字 什麼十五分鐘 但是對這些 他們覺得 你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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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的 喂 你老媽要人家死五百個字 這件事情 我知道 有些朋友 可能和我都 不同意見 譬如有老人家在路 但是真的要搞清楚 如果有人是真的不想的 在現實世界 現實世界 他可能會沒有那份工 你當然不能用這個藉口去移動他 但是你 轉頭用什麼藉口都可以 可能沒有那份工 但是人家真的不想的 你可以移動他 你給我 如果我做管理 如果我是要去什麼 但是他們又不是想移動人 他要交數 所以 所以你就這樣看下去 是一種羞辱 要你寫五百字 或者 五百字容易寫 要你在開會裡面 說十五分鐘 肯打針的壞處 腳都軟了 是不是 就是 誰想出來的 那你們看醫管局怎麼搞 老實說 循循善友 他不打 都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的 是 算了 其實他都戴口罩 來做事 是 是不是這麼嚴重呢 李麗麗過生 七十五歲 那 你昨天 其實你說李麗麗 我都知道大概 我都知道是誰 邵氏出道 我們看一些報道 其實就是 他紅的時候 如果有紅過的話 我想有些名氣 是不是很紅 我不肯定 那 我都未出生 所以我就不敢講 反而我今天 看回他那個李麗 反而我覺得挺有趣 第一件事就是 十一歲 十一歲 他呢 就虛報年齡考驅少試 我被他考到 那個個人 十一歲 十一歲 很年輕 好了 那就是說他可能成熟一點 所以結果他讀了四年半 才不得要業 十五歲才正式考驅少試 那麼 很多時候就是 做武打片 就是做一些聰明伶俐的少女 那你十五六歲 就不用扮了 那 你很多時候 那些女生呢 有時候二十幾三十歲都扮 學生 就很難頂 那十四五歲 靚不靚呢 一人看照片 那反而呢 後來就是 電影圈的沒落 他就進去了街市 麗的 亞洲 以至無線 1988年就無線 走到2020年 四年前 就離開無線 即是退休 75歲 有些年輕的 那麼據說 他是肺癌 反而呢 我也是今天 他過了身呢 我看回一些報道呢 就說原來他早年 是跟當時的 當家小新 姜大衛 傳出過緋聞 不知道真是假 真是傳出過 那麼後來呢 也有多次圈外男友的緋聞 不過也是無法果 所以原來呢 Lily 他真的叫Lily L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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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現在是單身的 真的沒有嫁的 不過他說過 女人不一定要結婚的 所以他不怕自己一個 因為他已經醉心在演藝上 敢說話 75歲 那沒辦法 尤其是有個這樣的病 那麼 其實 結了婚 有人和你 搞了一些後事 那麼結果 你一個人上腦 你沒有結婚 都是一個人上腦 OK 我們看看Lily 姐的照片 這個小時候 其實呢 十八就無首婦 那你只要看這張照片 如果你不知道 Lily 姐老了的樣子 你只要看這張照片 當然都是Ateable 都是美女 是否很美呢 又看不得很出的 但是不會肉 好嗎 好 再去 這個呢 就在盛年時候 在邵氏時代 十幾二十歲 二十幾歲 那 因為她的臉是很闊的 我們認識Lily 姐 那她的妝妝呢 其實就遮這臉 都是Ateable的 好 再去 年紀大了 其實她有很多作品 反而我沒有看這件事 我就不知道 我看一些報道說她做什麼 金芝 什麼什麼 金芝玉業二 開十六 她第一套 她過來什麼 很多的 年紀大了 其實就是另一種看法 很難說是領月不領 Anyway 七十五歲 都叫做精彩人生 希望Lily姐 一路好酒 好 回來 萬城中場 樂迪古斯力壓王晚三子 我什麼好說 但是最特別的就是 她竟然是第一個九十後 拿到金球獎 大家解釋清楚 九零年的 都可以是三十四歲 為什麼這麼久才是第一個九十後 誰叫你屌你 過去這麼多年 都被那八十後 兩條八十後 不停洪霸著 那兩條八十後 拿到四十歲都差點 繼續拿 是不是 一個叫美斯 一個叫斯朗 他說 他說不可思議 其實去年贏過什麼呢 他贏過英超 歐超杯 不是歐聯 歐洲超級杯 還有世界冠冠球會杯 還有歐洲國家杯 夠不夠資格呢 夠的 但是之前的大熱呢 就是雲尼素斯 我反而想說一下 如果你說不屌 那你雲尼素斯拿過什麼 拿過歐聯 拿過西甲 去年 拿過什麼 巴西沒有了道 巴西在美洲杯 沒有了道 我是想說一件事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於是乎 他們不知道是杯葛 整隊 包括麥巴比 領隊 安察樂提 全部沒有去 喂 金球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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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覺得是一件什麼 這麼大件事 其實我反而覺得以前 歐洲綜合先生啊 那些 但是 屌尼老美 勢不勢啊 王馬真是 屌尼老美 大球會 你現在覺得 是不是覺得 去做馬 喂 還有 啊 我又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一直覺得自己會贏 是昨天下午 他們收到消息 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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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去 收到消息 那為什麼會收到消息呢 是誰穿的呢 搞了派對 就 你 可能就是 人家看到 你派對也搞了 於是內部人通知 有個其事嗎 其實你們 你這屆不是 去特意 你說 喂 當我不當你什麼 當你表現好多好 那你有人來數 那你安撒落台 王馬 你這麼多人 你是不是有人 喂 不要這樣 肉酸 喂 現在你作為 全球第一大球會 你奔不奔周些啊 對 還有以前 什麼 蝸蝶爐啊 瑋瓦啊 你全部都拿過了 喂 因為你皮膚黑色不給你嗎 喂 不給你 是多餘的 譬如說 司朗 和美斯 拔得最厲害的時候 喂 司朗都不知道 我還是會去的 他都會來的 甚至是明知自己沒有份 都會來的 真的不能這麼小器 尤其是你 喂 我們素斯 這麼年輕 你方你沒有機會拿什麼 明年 大想法機會 你都來了 但是真的很難說 你好像安撒落台 都跟他瘋 都不知道做什麼 好 謝謝